在台灣有許多學生從小就接觸過牽球這項運動 至少在台中長大的我就曾在運動會上比過這個項目 好 道實概異 不曉得大家對牽球的印象是什麼 要把一個超級無敵重的圓球推直出去 一個看似單純的動作 但是要把它推得遠這件事情到底有多困難 一位專業的牽球選手與一般人的距離又有多遙遠呢 宇安是一位成年男性 平時的運動習慣 早上起床在家使用健身環 在毫無牽球訓練的情況下 能直出的距離為 5公尺 蓋伊是一位成年男性 每年在健身房訓練300天以上 在毫無牽球訓練的情況下 能直出的距離為 7.4公尺 球不是這麼扔頂 你說什麼 我說 球不是這麼扔頂 那應該怎麼扔啊 一句話 一氣二成 哇 哼啊 想學啊 我教你啊 歡迎全大運三連霸 台灣族的驕傲金牌籤球國手 馬浩維 哈囉大家好 我是浩維 太聚了吧 名符其實的巨人欸 哇蓋茵你在旁邊看起來都變瘦了 對 我必須整場都要斬著背來跟他錄這一集 那麼聚 難怪可以把籤球丟這麼遠 籤球 不是這麼冷低 他正常來講他是使用頭指的方式 要把球放在你的指尖上 緊緊的要靠在脖子 最後出手再靠全身的力量把它送出去 手他只是一個媒介而已 籤球他除了先天的條件外 他其實還要靠身體很多協調的動作 比如說動作要從我們的腳 從腳到我們的腰到我們去幹 到我們的上肢甚至到指尖 都會用到力氣 一個看似很簡單的動作 其實他是非常去難琢磨的一個項目 整個身體就像一個彈簧一樣 然後就把一個球這樣彈出去 對 不過我很好奇就是 哇 哇賽 哇這千球多重啊 我們公開男生的標準球 是7.26公斤16磅 他就跟我的曲球一樣啊 搭保齡球那顆曲球 前球他我們分U18跟U20 再來就是直接跨越到成年組 男生U18的重量是5公斤 喔5公斤 那U20的重量是6公斤 那再來就到我們公開組 就是7.26公斤16磅 既然這位是千球大師 那我來考考你一個千球小知識 知道千球的由來嗎 千球他是由以前的戰爭 因為事關他不想要 可能不想要讓自己的士兵太無聊 所以他們拿那個炮彈的子彈 他的那時候的重量大概是7.26公斤 剛好就是7.26公斤 然後讓他們來頭指來比遠度 然後慢慢延伸到現在 然後就變成千球這個運動 好了那今天呢 就來請浩瑋來幫我指導一下 如何推千球像個職業的國手一樣 OK 那我們千球頭指的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我們的Standing 站頭 第二個是我們的墊步 再來最終階段 旋轉 哇就是你剛剛最後很帥的那個動作 是 所以你想從哪個階段開始學起呢 我三個都來吧 三個都來 旋轉的最終階段 那他會學習的話 可能會怕比較長 好沒關係啊我今天時間多啊 這學起來可能也要有個半年的時間 那你 半年啊 所以這個影片冬天拍 然後暑假的時候才會上 對 差不多了差不多意思了 墊步就好了 我們今天就那個站頭 定點跟墊步 可以吧 可以啊 可以 好簡單多了 是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下好球之後 手肘不要掉下去 就大概太高一點 對 後腳 後腳 中心稍微放在你的腰角 身體 身體可以再維持正義 身體維持正義 是 好 然後出去的時候 後腳起來蹬 雙腳腳尖一起轉向前面 對 大概是這個動作的必須 所以出去的時候我的 球在手上的這個 重心會在 會在 會在我們的手指 不是手指喔 是啊 喔不是肩推喔 不是這裡 這樣子推出去喔 是啊 手指 放在手指頭上面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是要 要 大概這樣子 是啊 記得前球 在出手之前一定要 緊緊的 緊緊的放在你的脖子上 大概這個位置 一定要在這個位置 對 好 是這樣可以嗎 可以 身體 身體 手肘 身體 身體 在位置正義一點 然後 OK 喔哇 我聽到聲音 該因你的手還好嗎 欸有什麼聲音嗎 有什麼 啊 還好啦 還好啦 很奇妙的是 推的感覺 不見了 變成 這裡 就是整個負擔會往下 帶 就變成 因為我以前的重點 會放在肩膀 在推 但現在的感覺 有那麼一點點 整個甩 然後帶出去 是 我推感覺不太一樣 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 接下來呢 我要來稍微進階一點 來跟浩瑋學 墊步的技巧 OK 我們墊步一開始呢 我們一樣 踩跟我們的 standing 我們的 戰頭一樣的方式 我們一樣把球 拿好放好 靠 靠底朵子 右腳先踩到左腳旁邊的位置 左腳再接著 接著 往後踩 一樣 維持上半身穩定 不能 亂動 接著我們再把球 送回去 老師我看懂了 其實你最後停下來的位置 就跟 standing 是一樣的 是 只是前面多加了 多加了一個 一個2.5步 一個1.5步 定著頭的時候 它是黏著邊緣 對 但它這邊好像會留 刻意留一點點距離 對 因為怕你出去之後 怕你越界 會後吧 對 不然如果你踩到這邊 再出去來不及 你就往前踩 對啊 有一個緩衝空間 前球裡面有一個規則 就是 我們 投資完 我們一定要 保持穩定 保持穩定的回來 站穩 再由 這兩邊的邊線的後面走出 這樣我們才算 成功投資 投資完 踩到上面 失敗 踩出去外面也失敗 走在線前面走出去也是失敗 除了這個 身體出界犯規之外 在千球上面 你扔子 它上半身 它是不會有其他犯規問題 千球 它的規定是 一定要在你出手前 一定要緊緊的黏在你的脖子這邊 喔 不能夠用拋的 或者是 怎麼樣之類的動作下去做 所以還是要 還是它有一個位置在 它還是有一個位置在 就是你一定要 緊緊的靠近你的脖子 這算是一個比較符合 符合人體工學製造 但基本上 人不會去丟那麼重的球 對啊 因為太容易受傷 對啊 所以演變成 這個千球的扔子動作 應該算是比較安全 相對安全的動作 對相對安全 如果你是用丟的 應該一球 你肩膀就爆掉 對 不是你的肩膀爆 這是你的手肘爆 手肘爆 對關節處都會爆掉 在國手的指導下 顛覆了我過我們的迷思 在之前呢 我一直以為 千球的壓力 會落在手掌的底部 就像握推 肩推一樣的位置 但原來千球 要在掌面的上半部 到手指的位置 而非下半部 有進步了 對 三十七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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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是不是有進步了 有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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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米八零了 接近六米了 五米八零了 接近六米了 耶 可以了 可以稍微 小心在降低 可以稍微 對 先一個 右腳進來 左腳一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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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直接上來 六米五一 第一次上次 可以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 我覺得 我不太敢用手指的力量 剛剛有點像是 手掌這個位置在推 對 所以我沒有去 用到最後那麼一點 那麼一點的衍生 對 有一個連貫 到這邊 那邊 我還沒有 還沒有找到那個甜蜜鹽 應該要一去喝醇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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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這個這個這個要破紀錄了嗎 哎呀 多少 7米35 好啊 7米35 逼近啊 一直有在進步 這才是最重要的 一直有在進步 在挑戰我的步伐 雙腳站的比原本窄一些 以及波度後起的上半身角度 讓我更好運用下半身的力量 轉換到上肢 去把球帶出到更遠的距離 我想這就是國手口中說的 一氣呵成 蓋伊的最後一球 有了吧 好緊張喔 欸 怎麼樣 7米93 7米93 7公尺93公分 啊 可以啊 我們練到太陽溝下山了 我認為在比賽裡面 他能夠 唯一能夠支撐你的就是 你平常扎實的運動 那我比賽的時候 也會像我運動一樣 穩定的發揮 甚至有時候 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就會突破 雖然說有些法位 但是全球就是這樣 我保揮他 我是從 一個我很 慣用的姿勢去發力 推了7米40 但是我後來用了新的動作 對 去調整去做 對 然後 我認真發現一件事情 我肩膀 負擔變小 喔 我之前是很像肩推的感覺 整個把它彈出去 喔 但現在是用整個 就是扭轉 全身 全身的動力鏈 把它帶起來 對 老師你覺得蓋伊有學到 一氣呵成的皮毛嗎 已經誤到了 喔誤到了 哈哈 我一個下午就悟到了 蓋伊 不錯喔 謝謝老師 哇 今天真的是 我覺得練得很開心 感謝 浩瑋 帶我突破了 我的千球紀錄 說到這個千球 像平常你在做 技術性的訓練以外 是不是也做很多重訓 我們做還蠻多重量訓練的 像深蹲兩百公斤 我記得你也可以蹲十幾個對不對 是啊 那硬舉有做嗎 硬舉 我們近期比較少做 比較少做 我們會做比較輕 但是動作控制的很慢 然後 就做類似肌耐力這樣子 做練習動作控制 然後身體的韌性 像什麼臥推 深蹲硬出 這些 都要練 我們都要練 連Power Clean跟Snatch 我們也一起練 像浩瑋 我剛剛聊才知道 他 185公分 體重 140公斤 140公斤 145 145 147 我的兩倍 不要看他 145 我剛剛看他在旁邊跳來跳去 相當靈活 千球他還有一個東西叫做協調 我們要跑很多 做很多敏捷動作 像跑神梯啊 跑神梯或者是敏捷訓練 大家不要以為他們動位大 感覺動作就很慢什麼 對 拉一下 絕對馬上 欸 啪啪 靈活的巨人 非常的靈活 那想問一下浩瑋就是 像剛剛前面聊到 你提到說現在目前全世界 世界紀錄的千球是23.37 是 那想問一下浩瑋自己的目標 自己的目標嗎 我正在朝著亞洲紀錄前進 亞洲紀錄 目前是台灣紀錄的 目前還不是 老師更高 老師更高 老師的紀錄更高 然後浩瑋現在將近19米 將近19米 那我覺得很有機會 現在 以現在的體能來講 以現在的力量來講 我的能力 還在持續成長 還在持續成長 但應該可以快接近 對快要更勝一戰 拿下老師的紀錄 對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那今天非常感謝浩瑋 帶我也帶大家認識了 千球這個 非常神奇的運動項目 是非常有魅力 竟然可以 有那麼多技巧 讓你很舒服的 把那麼重的球 把它拋出去 對 好 那麼有任何問題呢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劍嘎一 浩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當然 在影片下方留言 請兇嘩 嘩 在影片下方留言